今天我们来到农董大学城附近的客区 附近是火炉山 我相信这附近有不少美食材 今天我们来吃一家当地的私房菜 而且老闆很有性格 有不少食材,例如鸡,猪,也可能是自己养的 定时定后就会煮食 有机食材 它叫自有农场 看来已经开了一段时间 而且可能是自己的店 有点感觉 花世几餐饮 你好 你想吃猪肉和鸡 很棒 我在这里吃了十年 开了这么多年 你能吃多少钱? 30元 30元的快餐 开盲盒 我们做个好朋友 30元,你是吃10多元的快餐 很有气息 你看看这块餐牌 你就知道有点历史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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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老闆 老闆你好 我们是做美食节目的 我们看到你有自己的农场 在哪里有一个农场 农场在白云区 全部草木灰中没有放过花肥 草木灰 你们这间餐厅都做了很久 很久了 40年来,我开了10年 这里开了30年 你是第一批天河的村民 很棒 煎鸡丝 自己炸油炒菜 这个是很棒的 哇,你生吃了 这个时候是时候 这间屋是美的 这么大间吗? 这间屋是美的 很複雜 这间屋是美的 这间屋是大间屋 这间屋是大间屋 有三层 一千多两千磅 所以他说他有自己的农场 一点也不奇怪 试试这个猪杂汤 很深色 很深色 很多飘粉 这个是猪肝的东西 对,猪肝的东西 这个食材 会不会是顶级的 会不会是自己养的 很难说出来的 我告诉你 这一口汤 是比较浅中的 一种甘甜的味道 严格来说 是一种好喝的 客家的猪杂汤 是一个好喝的当中的范畴 就是水 其实这口汤 已经是精华融出来的 因为猪杂 很多部位 不是一种乱的状态 坦白 我喝过 我们去拍摄 比他好喝的太多了 吃饭 喝湯 就吃西瓜 你会不会用西瓜来做饭 真正的营养学家 是这么说的 水果是吃饭之前吃的 这个是秘製的 有点小的 有点小的味道 有点酱烧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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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的 这个鸡蛋 是脆骨的味道 不是很饱满的味道 这个是很丰富的 这个的猪吃是自己的 不能这么说 有点脂骨的位置 还有点脆骨的位置 也有点脆骨的位置 这个是它的选择很丰富 裡面的肉 虽然较入味 但不太滑 这样吃不出肉的香味 我吃不出肉的香味 真是对不起 你试一下西瓜 我最喜欢吃西瓜 这个西瓜是我吃的最难吃 知道 像这个姜葱炒牛肉 其实牛肉没有太过去腌 它特别滑爽 牛味 牛的纤维感 是粥的 它是土家的感觉 比较平实 鸡的内面是水 很难猜 这种感觉是 火力给到水 已经盖住了 鸡的表面 是什么呢 没有力量 就像白肠 煮好 没有烤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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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是在家里煮 我妈妈把鸡的肉 拿回来之后 忘了放冰箱 放了一晚 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我没有说 其他食材 我没有尝尝 吃多一点 吃多一点 我上回家 还有买包 也过来吃多一点 不是 是 做什么呢 吃完餐饭 到现在直门门不乐 有什么就说出来 但是我怕被人认得 不会的 我们会做个处理的 现在这样的样子 绝对没有人认得出来 声音认得 都会做处理的 声音 那就好了 嗯 其实这间餐厅 我觉得 它的处理手法 相对来说 就轻了一点 网上说 食材几五天花龙鳳 过来吃 我们又觉得 普普通通 不是我吃不惯客家菜 是因为我们 的确吃过不少 OK的客家菜 但是他们相对来说 处理的 都会比今天这间好一点 可能我们不会吃 不是那么适合我的 好吃 真是不好意思 好了 诶 诶 为什么你这么远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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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